我们准备开始上课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作业 关于作业的问题 就可以直接寄信给这个 我们的助教TA的这个部分 TA会很快的在 回答各位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第一次的作业已经 已经已经公布了 那DAYLINE应该是这礼拜 这礼拜五 那我们应该 大概每一个礼拜 通常就会讲一张 然后各位就会需要交 交一次的这个作业 所以请各位稍微掌握一下时间 写一下 这样子 这跟关于这个作业的部分 那这只要是让各位稍微练习一下 稍微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练习 你会比较陌生 他这个后面是怎么样子运作 所以让各位练习一下这个谱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 可能陆路需需都会有一些学生 会确诊 那如果你这个有任何状况需要那个线上上课 我们都有那个线上的那个连结 好 就直接连到我们的这个线上连结就可以 好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讲这个 这个不灵的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不灵带数 那各位都学过这个 这个呃 十位数的这个系统 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一般的这种代数 好 那我们这边就是来讲 那我们在上次跟各位介绍的这个 班女哈 我们的在我们一般的系统里面都是这个01 那01的话这个就是boolean 因为他的词只有两个两个词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会讲什么 好 那首先我们大概会介绍一下 这个boolean algebra是什么东西好 然后呃 我们会介绍一些基本的这个 他的一些运作 然后他的一些表示法 然后在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到 所谓的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增值表 tooth table的这个 呃 部分 那后面我会来介绍在 boolean algebra里面他所会用到的一些 定理 他的一些运算的这些部分 那大部分的呃 boolean algebra里面的这个运算跟我们常见的这种 实境位的这个呃运算是很类似哈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 呃地方哈 好 比如说一些交换率啦 结合率啦 结合率啦 分配率的这个呃部分 好 他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 呃部分好 那我们会讲一下他的一些 呃简化的一些部分好 然后怎么把它给呃 做一式分解 怎么把它给展开来好 然后最后我们会讲一个东西叫做demogus law 好 这大概是我们呃这礼拜要跟各位讲的这个呃内容哈 好 首先我们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呃 boolean algebra 那boolean代数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呃 呃数位数位电路设计的一个基本的数学哈 基本数学哈 那呃跟这个可能比较有关系的是这个 呃 另外一门课可能是这个 离善数学哈 离善数学哈 好 那那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呃 一般的 代数有几个地方有差异哈 第一个是他的这个值的这个部分哈 值的部分 那值的部分有什么样差异呢 好 我们一般的这个呃 实际位的这个值哈 我一般实际位的值他是0到9哈 0到9 那 boolean的话 boolean代数他只有什么0和1哈 这两个 所以这个本身就有一些差异哈 那另外他的一些运算的部分哈 运算的部分 大部分是一样哈 但是有些小部分 呃 只有在boolean代数才会成立的哈 然后他的一些运算的一些呃定理哈 也是哈 是 大部分都跟一般的代数是一样哈 但是有少数的几个哈 少数几个是只有 这个呃 boolean代数才会有的这个部分哈 那 几个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会特别来跟各位强调哈 哈 好 那那我们讲这个东西哈 我们不是要跟各位讲数学哈 因为我们这几年课是做这个 呃 逻辑设计哈 最终我们要讲这个东西 怎么样子跟我们的 呃 逻辑的设计可以扯着上关系哈 那我们会来介绍一个东西叫做 所谓的 truth table 这个叫真值表哈 中文的翻译叫真值表 好 那 那根据真值表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这个基本上你在我们整门课 里面你都会一直都会看到真值表这件 这件事情哈 只是他也不一样的这个形式会出现 好那利用真值表 我们可以处理很多一些基本的一些 运算好来处理一些这个 呃 boolean algebra的这个呃 的东西哈 好 那另外我们会来讲那这些 boolean的这个呃 表示是最后他跟我们的真正的设计 好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logic gate的这个部分哈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关系哈 你给你一个这个boolean的expression 你怎么样子把它写 画出他的这个 逻辑的逻辑涨 logic gate的这个部分哈 那这个就坚持到我们这个很实际的 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今天也会来跟各位 讲一下 好 那首先我们来先跟各位 哎 讲股一下这个历史哈 这个boolean algebra 好这个为什么叫做boolean 好因为这个是由 这位 这位先生哈 结果他在18 1847年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哈 好所以所以所以后来大家就把这个 呃算数的这个做法哈就以他的这个姓名 来来做命名好所以叫做布林代数 好布林代数 好那但是他刚出发 刚刚这个呃 发展出来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呃 数学的这个一个一个表示的这个东西哈 好那这个数学的表示东西怎么会变成 我们现在的这个呃 逻辑的这个表示的这个东西呢哈 好那这个是由 呃 陈奥轩隆哈 这一位哈 陈奥轩隆这一位他把这个 这个boolean algebra哈 好用在这种呃 随心设计的这个设计哈 那 这个是1939年哈 1939年那个时候 还没有什么数位电路这种东西哈 那时候大家都是叫所谓的随心设计哈 那 随心设计是什么 我们在上次有跟各位介绍过哈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电路 都是可以用这种 switch circuit的概念来来做 好那这个是呃 大名鼎鼎的这个cloud channel 好那可能 对这个 刚进大学哈 刚进电机系相关的哈 你可能还不认识他哈 但是你到这个后来的这个课里面哈 尤其是 你走通讯做资讯领域的哈 基本上这个应该算是资讯领域的这个 主师爷哈 所有的这个资讯 的东西最最最开头就是 他哈 所发展出来的哈 这个是这个主师爷哈 好 所以各位可以认识一下 他其实活 活得还蛮长的哈 到2001年才才过世哈 还算蛮长瘦的一个人 好那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他的那个 呃 硕士认为哈 硕士认为哈 好 所以这个 发展出来的这个东西哈 用这个来来做好 那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随心 Circuit 跟这个 Bulling Variable 哈 首先来看这个 我们只要做算数的话 那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的变数 你的变数的这个 部分 那我们的随心Circuit 我们呃 知道哈 他你就是会有这个 输入 然后经过这些电路之后 你会得到这个输出哈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输入和输出的这个值呢 在我们的Bulling 的表示里面 我们就是只有两个值哈 只有两个值的这个 呃部分 好 来表示 那这两个值的话 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你会看到他是有不同的这个形式来表示哈 那一般我们会用呃01来做表示哈 那01他代表的是 电压 高电压或者是低电压 高电压或低电压 那一般如果指的是高电压的话 通常指的就是这个 VDD 那低电压的话 等于就是Guan 就是零浮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 讲这个呃 电压的部分 通常就是高电压或低电压 那另外如果你是把它表示成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 True of force True of force 或是Yes or No 这 这两块 那基本上呃这个都是一个呃 Symbol而已 他并不是代表实际的那个数字 并不代表实际的数字 所以 所以这个是呃 各位在看这个Boolean variable的时候 肯定要稍微 注意一下 这跟我们一般的这个代数的部分 这边是呃不太一样 好 所以 所以这个是呃 Boolean代数跟我们一般的代数 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值的部分 是 文班是用01 这样子的一个表示 那01是可以代表出货 force 或是high load 这样子的一个呃 表示 好 那一般来讲 通常你们是把它当作是这个呃 出货 force的情况好来来认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好在Boolean代数里面 他的基本的运算 就所有的其他的运算 你都可以用这三个运算来做 好就是这三个好 这个呃 NOT AND 还有O 好这这三个运算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所谓的 Logic NOT 那NOT 这个呃 基本上就是 反向 好反向 那这有几种 有几种写法 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好 那这个写法你可能是呃 在上面写一撇 或是加一个bar 或是加这个好 OK好对啊好几种 写法 那那一般比较常看到 呃 一般各位在写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主要会有两个好 一个是直接取 在上面加一个bar好 比如说0 0上面写一个这个bar好 这个代表反向好 他就是0的反向就是1 0的反向就是1 那1的反向就是0 那如果是有是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 我们是用变数的话 比如说这个A 取棒好 那可能会在上面加一份 加一份好 那呃 这几种写法都可以了 这种写法都算是还蛮常见的 在 各位在我们后面的那个呃 讲音上面好 这几种写法有时候 都会混成用好 那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他的这个呃 simple的表示方法是长成这样 那这个画法是这样 这个三角形好 前面加一个 一个圆圈好 一个圆圈好 那 那这边代表你的输入的部分 这边是输入 然后这边是你的输出的部分 好输出的部分 好那这个叫做not get not get 那这个圆圈是一定要的好 所以圆圈就是代表反向好 因为如果你只画这样 画三角形的话 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get 这个叫做buffer 好 只是让他做一个放大的作用 但是 你这边值是1输出还是1 这边值是0 这里输出值还是0 就是 值没有变化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那个圈圈代表 它是反向 如果在 画的时候 稍微要 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not get 那有时候我们又叫做所谓的 inverter 那比较常看到 这两个名字也是会混用的 就是叫not get 或者是叫inverter 都有 那这 这 都会这样子来使用 好 那这个的话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 就是 他的输出 输出就是你的输入的反向 所以我们输出这边就是加上一个buff 加上一个buff 好 所以他 我们就可以写出他的一个真子表 真子表 你的真子表呢 真子表的话 我们一般是写成这样 我们会画成这样 这边是你的输入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你的输出的部分 这边是你的输出的部分 那输入这边 就看你的变数是有 几个 组合 有几个组合 好 那像这边我们的inverter 这个inverter 我们就只有一条线 就是只有一个输入 那一个输入的话 一个变数 他就只有两个字 0和1这两个字 所以就把它所有的字 0和1的 所有的变化的字 都写在这边 所有的 输入的字 都写在这边 好 所以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只写成 只有 0和1 0和1 如果你的组合比更多的话 比如说你有两个输入的话 那你就会有四种组合 就把四种组合全部都把它写出来 好 那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像and old 如果是两个输入的话 他就会有四种组合 好 那对应的话就是你现在的这一个输入 0这个输入 他对应的输出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0的返向就是什么 1 所以他的输出就是1 那1的返向就是什么 是0 所以就把它对应的写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增值表 增值表 那因为各位第一次看到 我们稍微要花比较多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 呃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这样子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东西在实际的呃 电路上来讲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电路 我们都可以用所谓的switch 这种开关电路 把它给兜起来 好 开关电路兜起来 那在 NAT-GATE的话 他的这个开关电路就是长成这样子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A就是你的这个 输入的这个控制 当你的A等于0的时候 然后等于就是你的switch是open的这个 呃 状况 open的状况 然后A等于1的话 switch就是呃关起来的这个 呃 状况 所以就会 就会变成这样 好 所以 所以当你X等于 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那你的switch就关掉 那你这边是X吧 然后刚好你的那个控制是跟你的这个 这个输入是反向的啊 输入是反向的这个 的状况 好 也就是 这个A就是你的X star A就会是你的X star 好 所以这个是 NAT或者是我们讲inverter的这个GATE 好 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这个 GATE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Logic的 END 那那END的话我们呃 表示法会写成这样 就是 你有点有些东西要做END 好 我们中间你可能是用一个字 一个点来 来表示 所以这个是0END的这个0 那或者是你可以写成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两种写法都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代表END 就代表END 好 那 那这个的符号 这个的符号 我们通常是画成像这个样子 就是 这边是画实的 然后这边 是一个 突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输入 那输入的这个部分 那就看你有多少个输入 像我们这边是有两个输入 你就画两根 但如果有三个输入的话 就可以画三根 没有四个输入就画四根 这样就可以 但是输出一定只有一个 输出就只有一个 所以 这个是END的GATE 就是END的GATE 那中间的这个点 你又不要画 随便你 其实只要画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画 大家就认得了 这样画就认得 你不一定要画中间那个 点的那个部分 这个是代表ENDGATE 是不是ENDGATE 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增值表的这个部分 增值表部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增值表的写法 跟我们刚刚的INVERTER 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 是有两个输入 那你两个输入 我们每个变数呢 就是0和1 就是二的二次方 就会有四种组合 你就会 就会列出这四种组合 那这四种组合 基本上你就是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列出什么 00 01 1011 这四种组合 也就是把01的所有组合 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那 这个座位其实写几次之后 你就会觉得很 就会非常习惯 从这个 大概从 呃 0123 这个其实就刚好是我们班女的023 班女的023 00011 011 这三 这四种组合 这个是很常看到 那另外一个常常会写到的 就是你会写到三种组合的 三种组合基本上 值等于就是班女的值的0到7 这个也是会蛮常遇到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要两个 两个东西要做 做AND 做AND 好 那我们做AND的时候 那 这边我们顺便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标出我们的输入是这个 A和B A和B 那我AB做AND的时候 那我们中间的那一个 点 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省略掉就不用写 我们直接写成这样就可以 就有点像那个乘法一样 就有点像 像我们写那个 一般的怠速的乘法一样 就直接把它写在一起就可以 所以中间那个会省掉 所以你会省掉 好 那AND起来 那AND起来 的结果会是什么 那AND是代表 好 我们知道 你要两个 两个东西都 都要逻辑为 最后输出要为1的时候 就是你的两个输入都要为1 两个输入都为1的时候 输出才会为1 两个输出都为1的时候 输入都为1的时候 输出才会为1 好 那只要有一个为0 只要有一个为0 输出就会为0 输出就会为0 这个是 AND gate 这是AND gate 那如果你用乘法来想 也是可以想得出来 因为你只要任何一个数字 是乘上0 他的结果就会是0 要两个都是1 他结果才会是1 好 所以这个是 AND gate的这个部分 他的特性 他的特性 基本上各位记住两个 呃 观察的点就可以 两个都为1的时候才会为1 那反过来讲就是 只要有一个为0 只要有一个输入为0 结果就是0 只要有任何一个输入为0 结果就会是0 好 所以这个是 AND gate的 特性 AND gate特性 好 那这个东西我如果我们用那个 呃 switching circuit 表示起来就会是像这样 好 好 那他其实就是我们两个switch AB这两个switch 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把它串起来 好 那既然你是串起来的话 你这边结果 输入这边是1 好 那你的输出呢 什么时候才会为1 好 好 好 这种状况就是A要是为1 B要是为1 他 他有可能从输入 输到输出这边结果会是1 这个就是 N gate他的这个 呃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那你只要A和B有一个怎么样 不导 没有 没有导通 只要有任何一个是open 那他这个1就传不过去 就传不过去 好 所以这个就是 N gate的这个 呃 行为 他事实上就是串联 好 简单讲 他就是一个串联的一个行为 好 一个串联的行为 好 一个switch串联的行为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是 呃 N gate的部分 好 N gate的部分 好 那你有串联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并联了 这两个一定是对称的 这两个也是对称的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呃 并联的这个部分 这个叫做Logic O 好 Logic O 好 那O的写法 基本上跟我们写那个加法的那个加是一样的 好 所以就是 但是我们这边呢 我们会读成0O的 0 0O的0 好 那这个加是一样好 好 那 所以 那你0跟1做O 他结果也是1 1跟0做O 结果是1 两个 输入为1 做O 也是1 这个不是加法 这不是加法 你不要写成1加1等于2 这不是 这个 我们讲过 Bulling里面 Bulling代数里面的01 好 他代表的是什么 是代表True or False 是逻辑上面的值 他不是代表真正的数值 他不是代表真正的数值 好 所以你不要写1加1然后变成2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那不是我们要的 这个是代表逻辑上面的这个 呃表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Oget怎么画 Oget的画法跟Nget是差一个地方 好 差在哪里 我们 Nget画的时候 这里是平的 这个地方是平的 Oget画的时候 然后这边把它凹进去 把凹进去 只要你这边是凹进去的 这里是凹进去的 这个就是Oget 这也是Oget 那我们刚学过这个Inverter Inverter最重要的就是 它这个输出这个地方 要有一个圈圈 代表反向 代表反向 那如果你这个圈圈加在这里 这个就是 这个Oget的反向 这个叫Noget 那如果你的圈圈加在 end的前面 那这个就是Nget的反向 好 这个叫Nanget 这个我们在 后面章节还会讲到 我们这边只是 先简单的跟各位提一下 简单的跟各位提一下 所以 所以这个Get的那个画法的 关键点在几个地方 就是 Inverter你要是画那个 注意到这个圈圈的这个部分 那Nanget的这里要是平的 那Oget的这边是要凹进去的 这是在画的时候 稍微各位注意一下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Oget 那一样Oget的这个部分 输入的部分 呃我们这边是两个 所以我们就写成C 这个AOB AOB 那如果你是有三个的话 比如说是ABC的话 我们就这个是AOBOC 就就把它 一点串的写下去就 就可以 所以 他的输入的个数是 会有很多个 会有很多个 这样子 那一样我们可以这个写出他的真值表 真值表 好 那我们看过 Nanget的这个真值表之后 那我们再来看 Oget的这个真值表 那这个写法一样 一样我们在输入端的部分 我们有A B 那A B的话 你就是 两个变数 你就会有2的二四方 会有四种组合 我们就一样列出 这四种组合出来 然后他对应的这个四个输出 对应的四个输出 好 那对应的四个输出呢 那我们刚其实有跟各位介绍过 那对Oget来讲 你只有两个都是0的时候 他才会是0 那只要任意一个为1 输入 只要任意一个为1 不管你是一个为1 还是两个1 他的输出就是1 只要一个输出为1 结果就是1 结果就是1 所以这个是各位在 使用Oget的时候 要记住的 他的这个变化规则 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 只要有一个输入为1 他的结果就会是1 就会是1 那Oget在我们的电路上面来讲 因为我们用这个 Swift电路来讲 他其实就是一个并联的形式 并联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AB这两个switch 他是并联的状况 那并联状况的话 我现在这边输入 这里是1 我要到我的输出这边 输出这边的话 那你如果A导通 这边A导通 那我的10就可以过得来 那我这边如果是1的话 那他就可以从这边到这边 所以这里的结果也会是1 也会是1 那 那或者是你是变成是A不导通 B导通的话 那他也是可以走下面的这条路线过来 也OK 也OK 那当然你两个都 两个都通的话 那他不管走上面或下面 他也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逻辑的值都会是1 所以 这你从这样子的结果来看 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他的真值表 是只要有一个为1 他的结果就会为1 结果就会有一个结果 是这样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 这三个基本的 Boolean的Operation Not 还有And 还有O 好 那我们介绍了最基本的这些 Gate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这些开始我把它兜起来 兜成一个Boolean的 Extration Boolean的这个表示是 Boolean表示是 那Boolean表示是的话 就是我们这些变数 和这些常数的一些 组合 那 那他的这个 也是有一些运算的这个顺序 运算顺序 那运算顺序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有这个 刮虎刮起来的这个是优先 然后Not优先 然后再做M的优先 然后再做O 那这个顺序 其实也蛮好记的 因为这个跟我们 在做一般的怠数是一样 一般的怠数一样 我们做一般怠数的时候 如果你是刮虎里面的 当然就会优先算 然后Not 这个也是优先算 那End的话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般的 所谓的 惩罚的部分 那惩罚会比加法要优先 可能会比成法要优先 所以 所以他的这个运算顺序 其实也是蛮好记的 所以你现在比如说你是做这个 做这一个运算 那这个运算怎么做呢 这个是AB bar OC AB bar OC 那他的运算先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先做这个 先做这个 inversion的这个部分 B先做先把它变成B bar B先变成B bar 然后B bar再跟A 去做运算 然后算完的结果再跟C做O 好 这个顺序是这样子再进行的话 再进行 所以他对应出来的那个 这个LogicGate 就会长成像这个下面这个样子 那从一个Bulling expression变成 这个 这个是各位 在这一章节是一定要学会的能力 因为我们在后面 这个是经常会用到 好 那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顺序有关系 顺序有关系 你怎么样子从一个 这个Bulling的随形 把它画出 他的LogicGate出来 好 LogicGate出来 好 所以 一般我们大概会这样画 那通常 因为这个是优先 这个AB bar是优先 所以我会先画一个 AndGate 那这个AndGate 它有一个输入是A 有一个输入是A 好 那另外一个 呃 一个输入是A 那另外一个呃 输入是这个B B bar 那 那B bar的话 那他就是接一个Inverter 就会到B 好 就会到B 好 所以这个是 AndGate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他再跟什么C做O 好 所以 那 比较后面运算的就是比较靠近输出 好 所以他就会往下画 好 所以这个AndGate的输出 我们再跟 再跟C做O 然后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输出的结果 那这个其实蛮简单的 各位大概做过一次之后 这个你就很容易就掌握了 这个其实不难 这是一个还蛮蛮简单 各位就可以掌握的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个这个 例子 这是有这个 刮弧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是这样子的一个 表示式 这样一个表示式 那你怎么样子画出他的 他的这个 Booling的这个 画出他的这个LogicGate 他说他LogicGate 这个要怎么画 好 那我们学过前面的这个部分的话 怎么画 那我们要先做什么 先做这个 COD COD 然后再做再跟A做End 然后做完之后这里有一个什么 Inversion 然后再来跟B1的结果做O 那越后面做的他就怎么样 越靠近输出 越靠近输出 所以越先开始做的就是越靠近你的输入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画起来就是这样 我们第一个画的是这个 COD的这个部分是一个OGate CD做 做O 那O完的结果我们要跟A做End 做End 好 这边是做End 好 然后做完结果呢 我们要再做一个反向 反向 所以我们在这个 出出呢 加上一个Inverter反向 好 那到这边就把这个部分就做出来了 这个部分就做出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B1的结果 B和E的结果做O 所以我们单独的 弄出B和E的什么End 所以这是B1的End 这边是B1的End 然后这边的结果呢 我们再做一个什么O 好 所以这个各位大概练习几次之后 你其实这个就很容易掌握了 这个大概 这个就会这样 好 所以这个做起来就会是我们这边画的这个图 好 就长成这样 这样 你中间的这个其实不用写 也没关系 大概就是把它的那个形状标出来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就是 给你一个Booling的Expression 你怎么样子把它 画出它的LogicGate 这个在我们后面的 Lecture里面 这个能力事实上是常常会需要用到的 所以各位一定是要先掌握这个部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今天我们 接触我们 礼拜一讲的这个 礼拜 礼拜二讲的这个内容 那礼拜我们 最后整个到的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点子 这个这个 会有一个点子 那你可以 看成这个 我们这不是就是可以的 那这几个都是 这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不同 面向的一个 表述 我们在这几个之间的 互相的这个转换 的选择是 会不会在目前这个阶段 你要选择你什么样子做这个 这个方法 那上次我们有跟各位介绍到 你给这样子一个 Logic Question 比如说这个 A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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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放进去 这个 我觉得这一件事是 面积就是这样子的 推出 那我把铁的 它的一个推进 然后就做了 那它本来就这样 也 很简单 那 做这个 基本上你从你的 输入关的方式 然后看过去 好像这些出来 如果就会 抓住 它的 它应该要表示的 这个Logic Question 的这个 这个部分 这 你给各位看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个例子 那我们先从这个输入关 网输入关 这样子来看 那通常大的部分 我们就 因为比较紧张 我们就直接特别去看 我们就直接看 这个NGAT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NGAT的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它 这里是A 然后这里是B 所以这个 输出这里就是AB 所以这个就是 写的时候 我们就先 先从输入端 开始写 所以 这就是第一项 然后接下来 它的第二项 我们就是再往它的 这个靠近输出端的 这个部分去看 所以再接下来 它是跟这个C做 一个OGAT 所以我们就 再 再看那个OGAT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样就解除它的这个 波银雷水平的这个部分 所以 所以这两个部分的这个转换 那 基本上 这个应该就是 我后来说 就是非常熟悉的这个 固定 因为这个OGAT的 可以改成波银雷水平 或者是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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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也可以改成这个 这个 转换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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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悟的 很轻松救手 好 那如果呢 这个是我们再来上次最后 下费前线的这个 呃 固定 好 那 那如果你 我们可以这样子一个 那个 Logic S的这个图好 给你这个LogicS 那你把它转成 转成它这个Equation的话 那一样我们从这个输入端开始 好 所以我们先看 最后一输入端的这个部分 这里是一个COD好 所以我们会先写这个COD 然后我们接下来它是跟这个A做and 好 所以 我们就写下 AM的C又D好 然后 他这边经过LogicS 所以就再加上一个COD 在这里加上一个COD 好 那从这边做 那它是在跟这边的这个做 做一个O 所以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圈子是什么 好 那这个圈子就是B 那B的这个and 好 所以是Band 再跟这边做O 好 所以这个BP解决 BP解决 那这样的话 你都能够掌握 怎么样 从这种LogicS 算成这个 固定的推选 好 以后我再 好 这是一个男子姐的法教过 因为他做过一个 所以 然后你就掌握住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直接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跟我提到了这个 这个玻璃的垂体 你把它 跟这个 table的这个真字表的 这个部分 然后重置点就是把所有的输入 这个固定核 然后看它的这个输出的这个值 这个叫做真字点 好 那么这个提供的目的 这个提供的目的就是来 隐藏出你的这个 屋里面的真字表 左边到右边 是最伤的 最伤的 所以它可能就是 我们要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你如果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的大法 就是业核上的真字 也就是业核上的两个 这边就有这个变数 ABC嘛 这里我们先列出ABC30变数 那ABC30变数的话就是 就是2的38一共有半个数的组合 它整个组合就是写 你们写出呢 这边是01到3 那这里是4 5 6 7 也就是0到7的这个 当然你们怎么是把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全部都列出来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就可以一项一项的把它给组出来 所以我们会有V-Bot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V-Bot的组合 V-Bot就是V-B的底下 所以这个0 直接0就会变成V-Bot 然后这边V-Bot就会变成V-Bot 所以就直接直接写下来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出这个AV-Bot AV-Bot 那V-Bot的话 呃 就是这里的这个A要跟这里的B 这里我们要做end 做end 那是怎样子 从分析表上面很快的 就可以得到它的值 那我们讲过 end 它什么时候会为1 就是两个 输入中央是1的时候才会为1 其他都是0 那你就检查这两台什么时候这两边同时为1呢 那就只有在这个状况 还有这个状况 这两个状况都会为1 都有为1 它的输出才会为1 其他就都是0 好 就是很简单 你这样子抓马上就可以抓出它的这个 最硬的租租值出来 好 最硬的租租值准 好 然后最后是AB-Bot 跟C做O 好 做O 那它的0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就是拿 AB-Bot 这个AB-Bot跟 稍微清晰 那我们就拿这个AB-Bot跟C做O 好 所以这两台好 这两台好 那O的结果什么时候会为1呢 好 好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哈 这边里面呃 这里为1哈 这里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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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边有1 这边有1好 好 所以就把所有1的这个组合全部都把它 写到这个输出端来 好 这个就是你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个O OK的结果 这边的 嗯 N-Bot的这个 呃 第一个看法 实际上是参观的一个 嗯 就会打破 我刚刚讲的这个 啊 两个精彩的这个原则 N-Bot 就是这个 对于1的为1 结果就会为1 好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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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来讲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 嗯 嗯 很简单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法子 啊 那这样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这个 左边的这个部分哈 左边的部分 那我再检查 你再跟你说说 你的这个左边的这个部分 那等于右边 你右边的话 好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写了输入 这边的部分哈 他右边的部分哈 我们一样哈 同样的AV收入哈 那我们检查 他的这个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等于这个 好 所以一样 对我列表出来哈 我们从AVC哈 这边的这个 呃 值在这里哈 同样的这个值在这里 好 那 那同样的这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平常再做一次哈 我们就 那我们这边是做这个AOC哈 所以是A和C做O 好 好 那什么时候为E哈 那你就掌握出一个原则 只要有E 就要把输入为B 结果就会为E 好 那就对一下 AOC哈 AOC 所以这边C为E 谁这边结果就会为E哈 嗯 然后这里为E 这里呃 输出就会为E哈 就是为E 好 这样这样对下去 然后下面这边 A的这边 四个都是为E哈 所以这边下面四个也都是为E 好 很好算 这个很好算 但是两个部分其实很好算 好所以A和C的部分 你算出来 接下来你也可以算这个B AOC的这个部分 然后最后就 把这两边做AND 那AND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们这边是要做证明题 证明题 我们要证明左边等于右边 就是看 同样的这个 输入 这一排输入 每一个 这是一组输入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输出 这里的输出是1 然后另外右边的输出也是1 然后你每个都去检查 诶这两个怎么样 是完全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就代表说 在同样的输入比较 然后他的输出是一样的 那我就可以证明左边 就是证明 用我记得 这个就是用真实 到我当时来做证明 做证明 有这个问题 这个呢 我给他理想的一个证明方式 就是 比较简单 我们后面 后面就会准备一些 其他的一些说法可以做 那我们在 对 老师这个 这个 这个玻璃输入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只有列出 这个AB 呃 我们写出这个AB 事实上是只能伸出 这边为1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说 这个A 这个1怎么是这样子的时候 最后他会比较是A1 那后一期 为什么会讲成这样 那这个 在我们后面 呃 应该这个4 的时候 我们讲8 的时候 我们就在多多多来讲 这一个东西 那 现在这个 呃 这样的状况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我们的多点可以 基本上是 对 就是输出的 这个时候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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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可以看到说 欸 我们做这个 这个 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输入 这样子的输入 得到这样子的输出 好 你事实上你可以写成 呃 左边这个字子也可以有 右边这个字子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同样的一个 做出来的 他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表示方法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刚刚 提到的话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可以说 基本上从波林水平表示到LogicGate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一对一的表示方法 那这两个我们都可以用2Table的方式 去表示出它真正的值 应该转成什么样的值 但是你的2Table转成波林水平 这个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示方法 那很多的情况在想 它为什么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示方法 那有这种选择的选择 那这个是在那里的 因为在那种选择的选择 那这种选择的选择有些不同条件的状况 所以在那种选择的选择 所以在那种选择的选择的选择 那当时你所用的这个条件 选择选择的选择 选择是什么选择的选择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后面 我觉得在一个面位上面 再来的先从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部分 那先进去怎么去讲的话 这个 国品的这个是 国品的暗示书 我们现在一般的大规模 有相当的规模 非常常有实质的规模 我们一般的暗示书是0-9 这样子的数字 但是国品的暗示书 它是一个作用作用 嘛 然后我们在做第一这样子的一个图 有一这是导师的图号 不是一个有辰为的东西 然后这个图形ода它的运作就是这个 在这个图片里面的一些定义的图片 在这个图片里面讲到一些证明期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再使用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做证明做证明的方式 那我们首先看看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个部分 那不简单的是 就是你的这个 你的一个变数S跟01 入M的过后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变数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的S跟01 入后它还是等于S 那我们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概念来做一个说法 所以它已经做不错了 还是奥利 放出来 奥利在水平界里面就是一个图片 所以这边是一个概念 这边是一个图片 所以从输入到输出 你会看到这一条0的部分 它很像是有点都不通 有点都不通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简程 只要看上面的这一个部分 上面的这部分就是S 跟S的值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S跟0做O 会等于S 另外你S跟E做M的还是S 那这个如果我们用 一样用这个 水性射解放起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是你的X 然后我们跟E E就是直接连起来 这边是E 这边是X 看到这个图你就知道了 那你的E 基本上它是永远导通的 永远导通的 所以它是完全不影响结果 所以最后的结果 主要还是由S所决定 所以最后 做完之后它还是X 对 所以这个是 S跟E做End 另外S跟E做O S跟E做O 就是画在这边 那O的话就是并脸 并脸 那这边是永远导通 那既然是永远导通的话 你的输入到输出 那它基本上就是永远都是通 就永远都是E 所以根本就不用管你的这个S 所以输出的结果就会是E 另外S跟0做 那我想这个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理解 你的S跟0 你这里就不通 那既然这里是不通的话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我从输入到输出 就在这个地方就整个又断掉了 所以永远都不会通 所以最后的结果永远都是0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跟你的S的值 跟0 1做一个这个 更半分差 有的一个 行为 那这个S可以是一个 比较更复杂的一个 认定的一个 这个古典的表示法 比如说 假设你的S是怎么能讲的 就是1放0 1 按0 1 然后再跟1做0 你认真是什么 假设是只要跟1做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用心心腹在化解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些作为题 就是有一些比较通常的时候 其实 大家会注意一下 像这种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片源的 就是 这个 这个 有没有问题 嗯 最后来我们讲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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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你的NX 技术还是对自己 做NX 做NX 我们最近有做NX 如果东西是一模一样 就是一模一样 就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也很可以用 我们的 设计设计 来 证明一下 法证一下 好 所以 做过程中就是两个 定点 还有定点 那这个定点 这个定点是呢 这个S 这个S 如果呢 通 上面的方向也会通 所以是一模一样 所以 可能就是一模一样的 随着NX就可以了 好 那 NX有的话就是上远 NX有的话就是上远 好 那这样的话呢 那你S 我这个S通 那这个S也是会通 所以基本上也是 这个S 所以这个是 看自己 从 自己的 同样的这个 做过 最后的话 看这个 变速 变速 好 接下来讲的是这个 Inversion 这个就是 你 再做 这个S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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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再来讲 这个 Company 这个 S 你的 S 就是完全 所以结果 就会不会一样 然后 S 跟S 做交集 X X 是完全没有交集的 所以这个交集的结果 就是这个 这个 融解的方式去去想应该就 所以 所以 这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 其实是 就是 A1 后 A1 A1 就是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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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 这些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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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3 A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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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的 这个加暂率的这一部分 因为他在一般做看的 他在一边反过来跟他回来看起来 或者是拖拖或拖拖 所以现在一样的看法是在那一样 这个标准的部分 然后你接触这个部分 就是你先做 然后再跟自己做 可能是不太先做 再来做 或者是随便也做fans 或者是 不是做fans 放很厚的话 铁线上也是一样 所以我这个也就去学了 随技 随技也随技 好 这个 这个就是在那边 我们一般的带数是去叫 随技 随技的这个 那么对 那这个 这个东西 那么 实际上我们的 楼梯档上面的实际 来讲究的 并且实际 对 那么 像这个 我们是 写中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 AD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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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HG 用 这个 那 可以 好 我来分享 他 他就是 像这个 公路 提醒 做法 可以 有什么差别 真的有什么差别 那这么直接看 你觉得 这个真的有什么差别 好 从这个 这个 故灵表示 是上面来讲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差别 差别在于 这个 对应取来的 这个 逻辑 哪个部分有差别 逻辑 哪个部分有差别 好 那差异在什么地方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左边的这个 部分 你的 A 它要到输出 它到输出 它怎么样 经过了一个 ngat 又经过了一个 ngat 那讲这一个ngat 它要花 一个ngs的时间 然后这边要花一个ngs的时间 那 A 算到这个输出 它就要花两个ngs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换成 右边的这种 右边这种 右边的这种 它是三个输入的ngat 那通常来讲 gats的输入 越多的话 输出会 会慢一点 会慢一点 好 那这个的话 大概它的速度 可能会 比如说我们 举一下 它不会到两倍 好 这么大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可能大概是1.5 1.5 好 所以从你的A到输出 它只要花1.5的时间 稍微比较多 慢一点 所以 所以 不同的这个 嗯 你东西先做 做的比较差 好 那这个实际上是最后 问题 它会影响你的 我会严重 变速率 这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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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第一次带来 固定要失事的来讲 只是 你整个企业的部分 你还可以先做 然后再做 后做 然后 然后 所以这个是 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但是 这个问题 它实际上是影响 变速度 这个速度 好 这个问题 然后下面这个是 OK的这个部分 上面讲的是 Android 那第二个这里是 同样的这个 你这么看 我们这边是 用电脑的 Android 完成三个输入 那三个输入 那你可以把它一次 用三个输入 一次做 一次做 好 好 那 上次的时候 你要选择用这种 或是选择这种 那这是根据你的一些 进取的条件 来做一些 来做一些 行车的决定 那这个是我们 后面 后面 后面就会来讲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后面的部分 再讲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分配率 分配率 分配率的部分 就是 就是 如果你把 那个 and 如果是很大 你看看的话 就会 类似像 这个 分配率 好 这个是 嗯 嗯 嗯 我们如果 也比较正式一点的话 这个就是 and 对 od的这个分配率 好 这个是 and 对 od的分配率 好 但是在故灵代数里面 好 VLIN SPACE里面 变化 od变大 他是占有 平等的地位 平等地位 也就是 and 对od有分配率 好 好 这个分配率 好 那这个 这个分配率是 只有 不理代数材料 我们看到这个 没有这个 也就是 这个 你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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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这个 也就是 你 这个 可以把 s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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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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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问题 那今天我们可以稍微微微微讲一下 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是权利的 反正的我们要证明一下 这个事情是权利的 我们怎么证明到 那我们从前面学到现实证法 那我们学到的这个证明的公式 这个证明的公式 就是用法真实的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就用过 这个 如果我们一起过后的 这些人来做的话 那这些人来做的话 那这些人来做什么 我们真正的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证明 我们现在这个证明 我们现在的证明 这个证明 soyc的 有证明 就是二、三十 然后 不知道这个证明 这个 也得出了 然后我们 就是说他的这个 中统 soyc 是相同的输入得到相同的输出 那代表左边和右边的玻璃的彩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这是一个全等的式子 就可以证明它是一样的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一般第一次接触到布林代数的时候会觉得蛮神奇的 布林代数有这种all the end的分配 all the end的分配 所以你是从这个方向到这个方向 比较去看到的是这种 比较去看到这种 这个是 布林代数的分配率 我们用真实的方式来证明 那我们就会用我们已经学过的这个 真费率来证明它 这个也可以的话 我们就用我们已经学过的这个分配率来证明一下 我们就用我们学过的这个end对o的分配率 好 那假设你只知道这个end对o分配率 好 那我们就把它乘开来 这个s乘上后面的这个soz 然后再来y乘上后面的soz 好 我们把它乘开来 所以这个第一项 这个第一项就是这样子 s对s 后面的项 然后y对后面的这个项 然后你把它稍微再把它整个展开来 好 这边就是s sz yz 好 那 那 那这种你看到这边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我们要的这个证明是什么 我们最后要得到是这个soz 要得到soz 稍微清一下 好 那我们最后要得到这个soz 好 那我们到这一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有出现了这个yz 有出现yz 那等于是剩下的这个部分 会不会变成是这个x 会变成s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剩下的这些部分 会不会变成s 剩下的这三项都会变成s 好 那就看一下这三项 这三项有个什么 有一个共通项 有一个共通项是什么 都是x 这里有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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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s全部都把它提出来 我们把s全部都提出来 就会得到我们是1 这个s就有这不见 所以这个这个实际上是1 实际上是1 com e o z o y e o z o o e o z o 只要你是1跟任何一个变数之后 在这前面也会有差 1跟任何一个数字之后 那结果就为什麽 好所以这一大串全部都变成1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Soyz 这次是用我们已经学过的 定义来证明的方式 那这里有几个 一般各位在用的时候比较不太 不太熟悉的这个部分 不太熟悉的部分会有几个部分 好这是当你要把这个S提出来的时候 这里会是第一的这一部分 这个是在做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比较注意一点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有这种1跟一堆变数做 NO 那你可以有很多化碱的这个部分的空间 好 所以这个是 分配率的部分 O对M的这个分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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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些有些基本的这些定义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到这些简化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做 好 简化的时候可以怎么做 好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我们这个东西如果你化解一下 会呈成什么样 这个化解 如果你要正面移 其实这个也蛮简单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它有个共通向是什么 这个S 好 如果S 都把它提出来的话 那你就得到Y O Y法 那Y跟Y法做 O是什么 就是E 这一项就变成E 就不见了 所以最后结果就会变成S 最后变成S 好 好 其实这是一个 那接下来我们看项目这个SOSY SOSY 好 SOSY 那这个化解要变成什么 那一样你可以看到有什么 有共通向是这个S 这一项 我们把S 怎样把它提出来 就变成E O Y O O 好 那 E跟任何一个 表示是做O 结果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那个证明也看到 这个就会变成什么E 这变成E 所以结果就会变成S 这变成S 变成S 好 那第三个 第三个 SOSY法 再跟Y做 end 好 做end 好 那 这个的话 最简单你就是直接把它展开了 好 展开了好 所以这个S跟Y 乘起来 所以就是D SY 好 然后再买Y bar跟Y做end 就把它乘开了 好 那Y bar跟Y做end 这是什么 自己跟自己的 contament end 起来 这边是没有交集的 所以这一项是D 这一项就不见了 这一项就不见了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部分的这个 证明 好 好 好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证明我们 在讲义上面也有 讲义上面也有 这边有 有写出来 好 有没有读 那 那左边的这一坨柿子 左边的这一坨柿子 那这个是 长成这样 你可以把里面的这个 end变成 oh oh 变成end 好 你就会得到 右边的这个式子 那这个叫做 duality的特性 对偶性 还有对偶性 有就是你的end-o 可以复化 end-o 所以近 mirror来讲end-o 区块你可以得到三坡 就是你的说 end-o end-o 你能得到 串宏的这个 变一处来 让给各位仔细讲一下 与中第一个 第1个部分 第1个部分就是这边 sy后这个sy bar 你把这个and变成后 所以这边sy我们就变成soy 然后中间这个后变成and 然后这个sy bar就变成soy bar 这个转换训练上是等号的两边要同时转 就是我们刚刚转了左边的部分 右边的部分一样 你是把右边部分的and变成后把它放过来 把它放过来就可以 刚好因为右边的部分 它也没有其他的and变成的表示 所以一样是s 所以这个叫做最有性 所以说这个字子也是会成立 也是会成立 你看到这个会成立 那这个也会成立 这个也会成立 最有成立 就是这个也会成立 就这个也好像在向盈生理 有这个也在向盈生理 有这个也在向盈生理 不过各位要证明这个应该也能容易的 比如说我们证明第一个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会成立 一旦各位已经学过的东西 你要来证明这个诗子 soy再跟soy bar 最简单我们就把它展开了 就把它展开来就可以 那展开来你会得到这个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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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会剩下这一堆 这一堆 好 那这一堆 你会看到还有什么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 看过这样子的例子好多次 他也共通向 有x 你一旦把x提出来之后 这边会出现1or什么y bar 还有y 那这边只要是1跟任意一个数字 表示是做or 结果就什么?就是1 所以最后就变成是x 这个证明还是成立的 你可以这样的方式做一个证明 这个这样子的证明 在这边在外面是满下的同意发展 然后现在来看 它其实就会变成h or h y 基本上就是证明 证明是证明是证明是证明 他一本是证明是证明的 证明这个的话 他的证明是6s n 和我 那我们就证明是证明的证明的证明 证明是证明还是证明的证明 现在证明是证明的证明 证明是证明的证明 证明的证明 这个要怎么证明 这个怎么证明 那这个证明我们 有写过几种证明的方式 一个用真实表的方式来做 一个用真实表的方式来做 那些写过的证明 好 全写过的 在多数学过的 我们在前面里面 绝过的一种心理体验 好 没有心理体验 这一种比较大道的 这种一般大家证明的方式来的证明 那些比较要熟悉的 我第一个位是能够熟悉的 之后会看一个人的证明的证明 然后你在做一些证明的证明的时候 那有时候可以通常考虑一下 all对end的分配率是不是能够用 那在这个例子中 其实刚好就是可以用到我们讲的 all对end的分配率 好 用来写成我们前面的这个式子 比较熟悉的 我们可以做什么all对end的分配率 好 所以你会得到它是一个y o x 在end y o y 这个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 分配率 分配率的方式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 那所以左边的这一项就会变成这个 好 那变成这个之后各位一看 诶 这是什么 这个y o y bar是什么 你自己跟自己的complement做all 这个结果这里是1 所以最后这边就会等于你的 右边 这就等于你的右边 好 所以这个 这个 如果这个end就是 分配率 这个在民族的这些 不明显示的跨点的时候 最上这个 好 来说吧 我们就是有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的工具 那 这个通常这个也比较不太热的话 比较不太热的话 但是 这个上面是在做一些跨点的时候 你看它也 这个是看起来觉得好像很难 看它跨点的时候 那通常呢 你想一下 用我们的这个配备的这个分配率 通常是呢 它就可以写的书的话 那它就可以写的书 好 那 那尤其是 尤其是 从 这个分配率的 这个 左边 右边到 左边的这个方向 右边到左边这个方向 基本上是 右边 但是 最不直觉 最不直觉的一个 印度 但是这个 基本上我们在用的时候 所以 它也蛮常 在做跨点的时候 其实它也蛮常用到的 一个部分 它也蛮常用到的部分 那各位也不需要特别去记 你也不需要特别去记 但是 像这个的话 你从左边 从右边正名到左边 右边到正名到左边 基本上你就是 直接把墙给展开来 放检就可以了 展开来放检就可以了 就会得到这个分配率的式子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定理 这么多定理 这些 那我们接下来举几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那刚刚来讲 我们要做化检的这个 领子 都会稍微比较 复杂一点点 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一个 做这一个 好 你看到这边有一 一坨这个式子 要把它化检 好 你看这边 变数要很多 变数要多 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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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讲 我们看到这一坨的时候 我们会先稍微看一下 这里面 这个式子里面 有没有一些 重复的这个像 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 那看一下这边 它的重复的像 有哪一些 这边有出现 这个 我们观察一下 你们看到它这里有这个 这个A AO B B C 在这里有 然后另外这边也有 这个是长的一模一样 然后后面这边 这个DO EF 跟这里的DO EF 也是长的一样 所以我们就用变数来取代一下 所以就把这个部分 这边就用S来代替 后面的这一项我们就用Y来代替 那你就变成是H2O跟H2O H2O H2O 那这个东西 也就这样做 比较容易做化解 那这个 我们直接把它给 把它给 承开来做 做化解更可以的 好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承开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承开来的话 就会变成是S 跟这个SY bar 然后后面是这个SY 跟什么 Y跟Y bar 好 这个我们在前面有看过 这个Y跟Y bar 贴上去没有 就是0 然后前面的这一坨 前面这一坨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证明里面 反过看过很多次 所以这个要怎么化解 你等于就是S几处 Y 这边就是E O Y bar O Y 所以 所以后面的这一项 这边就会变成是E 所以最后就只剩下X 好 那我们的S是什么 S就是你的A O B bar 好 好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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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做 你能够 你能够掌握住 那种用的一些方法 就是你 这些这些 业绩 就是 那 有什么太大的 问题 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好 那下面这个例子你可以看一下 好 没什么 也是 也是 常常看上去 好 可以看上去 有些柱子 好 不准 好 要不在做画景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先看 有什么 有相同的像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 合并一下 应该比较简单的来做一下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什么一样的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好 好 那所以这个是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比较简单一点来做 好 所以把这个当做是X 好 然后这一项当做是Y 好 那这里是一个放在这里 好 好 所以这个是SY Io这个S 放 S 放 好 好 那 那 那这种 这种就可以做 做化解 好 那这种怎么化解 这种怎么做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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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 这边如果是结果的地理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你只能让你看到这个 嗯 你不能把这边什么的操作的时候 通常你可以从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分配率来操作 所以我们可以套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分配率 那如果套用我们的这个 O2M的这个分配率 你就会得到 XBAM 跟 XBAM 然后 后面这一项 是XBAM O Y 好 那 那你再写成这样子之后 你就会发现 诶 前面这个 是XBAM 跟S 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E 所以这项就没有了 所以这会结果是XBAM O Y 好 好 那你再把这个S和Y再把它带回去 就得到了这个 就是 好 变成是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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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的视频方法其实有很多 那我们简易 列的方法又是另外一种 简易列的方法又是另外一种 好 好 那你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所以 这个 所以 这种方法一破检之后 你发现 如果您知道为什么 继续讲迹的时候 那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方法对称者的这个 Modernary 就是这个 那种 这种方法 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就是一种方法 这个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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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这个 简化的就是说 我们 希望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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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刚才这个 是最精简 好 对 用地理的这个 做法来做 有时候也是没有太好 所以用来 那你 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是 那些有办法 给你一个好 再把 没关系 这些事情 那种的 这些 但是 但是 在我们 后面的 第四个 那个 的时候 我们会能介绍 这个 connet的 这个做法 那 因为这个做法 最后做出来 可以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结果 我会可以 这样 就是 那么 那 这个 那 这个 这个 就是 那 这个 这个 那 好 这 特别 对 国中文来讲 如果 画底上 后面发现说 画底不上去的时候 可以 在第一轮分配里 后面的分配里 那样都可以 到处进来 还可以在做 最中的画面 也是最中的 可以 所以 所以在使用上面的时候 可以称为 所以 所以 用的 这个 部分 这是比较小的 这个技巧 那 对 那我们投影线用的 不是用这个方法 哈 他是用另外 另外一个 这个方式 不过这个方式 我自己个人觉得应该 普通人要想到这个 其实也蛮困难的 应该不太容易感到出来 是用这种方法来做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张的作业 应该蛮多的 就是这些证明器 那各位做一下 练习一下 这样 那 所以 在我们做这些 化解的过程中 其实最常用到的 就是把它给 转开来 把它转开来 那转开来 那要嘛就是用一般 我们的 这种 互联 一般怠数的这种 分配率 一般怠数 就是M对O的 这个分配率 你来把它给 乘开来 那这样 乘开来之后 乘开来之后 你就会得到 一连串的 这个 呃 乘积的核 乘积的核 叫做三个product 三个product 那这边我们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个名词 名词 这个叫做三个product 三个product 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缩写就叫做SOP 这叫SOP 好 那这个名字的 哪一个是这样 这个是什么 成绩的核 因为我们把式子展开来之后 这 这每一项 这个就是一个成绩 这个就是一个product 这叫做一个product 好 然后你这些成绩的核 形成你的最后的 表示式 表示式 所以说 为什么叫做SOP SOP 它的 基本的组成是你的product 也就是那个成绩的这个部分 成绩的核 成绩的核 基本是成绩的部分 好 所以如果像这样子 这个式子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符合SOP 它基本的单位都是product 基本的单位都是product 那这个bar的部分 我们不用特别去管 不用特别去管 把它当作一般的变数来处理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product 那 这个也是 如果只有一个变数的 这个也算是一个product 好 这样子 好 但是如果它是 有出现 瓜糊 然后里面瓜糊 这个是 有这个ode 这个就不是 这个就不是 这个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成绩 因为它还混杂了这个ode 在里面 这个就不是 这就不符合 这个就不符合 这个product 好 这就不是一个 呃 SOP的形式 好 这是SOP的形式 好 那那你要把这个东西转成 三个product的话 那怎么转 你就是把它给 盛开来的话 把它给盛开来 把它盛开来 好 就可以变成是 呃 SOP的 付费 好 所以你把它盛开来 就会变成这个A C D O BC O EF 然后就把它 展开来 变成长成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SOP的形式 好 所以这些每一个成绩 成绩都是一个单一变数 都是一个单一变数 那像这个就不是一个单一变数 这样就不行 那像这样只有一个 这个也算是单一变数 好 那 那我们前面有跟各位讲 那在布林概述里面 好 M和O 他基本上有对偶特性 所以你有SOP 那你反过来 就会有另外一个方向 叫做POS 好 有SOP就有POS 好 哎 好这个在后面 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好了 好先讲一下这一叶 好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呃 要把这个把它展开来 变成SOP的形式 好 这个A AOBC在 后面的这一叶 好 AO DOE 好 好 那 那你要把它给展开来 然后把它大展到 最简单的这个形式 应该是SOP的形式 嗯 那你有这种不同的这个 做法 这个是你直接把它给 这一叶盛开来 每一叶盛开来 这个就是ABA前上后面 这一叶盗 然后BC前上后面 这一叶盛开来 好 那盛开来之后 好 盛开来之后 那你看到这边有一大堆四子 一大堆四子 那一大堆四子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化简 怎么做化简 一个简单的方式 是把共通向的部分 先把它给抽出来 共通向的部分先把它抽出来 那共通向抽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里有一对A跟 后面这边一大堆做什么O 那你A跟Z做O 就怎么样就可以化简 这样那些就全部都没有了 好 简化掉 好 所以这之后就会剩下这个 好 你不用特别去记什么 很神奇的公式 好 就用很简单的这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用到的方法 就是都是我们一路有用到的这些证明的方法 就是有共通向的部分把它给抽出来的话 就抽出来的使用 好这样子 好 那这种有1的画点最好是这边刚好出现有只有一个变数的 只有一个变数的这种 这个为优先 因为这个一抽出来这里就会出现1 好 那1应该可以怎么样 跟任何一堆表示是做Od的时候就会全部都把它画剪掉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和技巧 好 那你也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分配率的方式来做 分配率方式来做 那这个用的分配率是我们的分配率方向的这个反方向 好 从这边到这边好 本来我们用到的是从 前面看到的数字是从这里好 那我们用到的是从这边过来 好 那过来 好 就是把这个东西带进去而已 对 好 那其实你不记这个的话 你用这个这个做法的前面的这个做法的部分 事实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证明那个 第二分配率Oderend分配率用的这个方法 所以这两个方式你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 对 但是 对 好 就是 这个 这是 以及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子得到SOP 三个所打的FORM 得到这个成绩的核 有SOP就有反应过来的叫做PoS 你就是把你的这些成绩 成绩把它等它来 把它分解了 应该叫做分解 有点像是一般我们概述用的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 那这种因式分解 这种分解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会用到我们刚刚讲的 Alt and 的分配率 Alt and 的分配率 用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这个分配率 就算是还蛮常用 那这样子分做出来的就是一个所谓的PoSOP 为什么叫做PoSOP 算因为 因为 就是这里 有这一个 每一个就是一个核 一个核 那这个每一个核 就是我们的单一变数的核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单一变数 这也有一个单一变数 单一变数的核 核的什么 成绩 成绩 成绩就是代表贸 所以这个叫做 简称叫做PoSOP 它的底层的部分 是这个上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你那个因式分解 拆出来的那个 内向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像这个 每一个核的部分都是单一变数 这个都是单一变数 然后再 end 起来 再end 起来 所以这个叫做 PoSOP 这是一个标准的PoSOP 的形式 那或者说你这边 这个只有一个变数 这个也算 至少是一个变数 你这个核的这个像 至少是一个变数 这个都算 那像这个也是 这几个ABC 这都是一个变数 然后end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PoSOP的形式 但是如果你是像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就不是 因为它是 它最终的 表示 都要是成绩 那这边最后 这里出现这个O 这不是成绩 所以这个就 这个就不行 这个不行 但是我们现在 是为止 的也就是 它是 它是像作为 一套 一起的设计 也不想说 看来 但是 这个不一样的设设 那你先来看一下 那原点一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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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会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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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 这个 分配率 一参进去就成立了 一参进去就得到它的结果 所以O对M的分配率就是这边的A 对明线的这个听方法 然后 如果我们的分配率 我们的分配率是长得非常好 各位如果还记得 那这边是只有 两项 所以如果你不会做的时候 我们就一次做一个 所以把CD当做是一项 所以这个A对B 所以是变成A或B半 然后再来是A对后面的CD A对后面CD 然后后面的A A对CD的这个部分呢 这又是一个可以套用我们刚刚的这个 呃 分配率 就是A对C 然后A对B 然后再展开来 就会变成到AOC AOD 好 这样 所以这个 是 使用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你开始 这个情况之后 其实 你可以发现其实 可能就是 这边就是 这个 这个后面的所有的每一个变数 直接把它整盘 可以 比如说 A对B A对C 然后A对D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如果你是有多数 如果低数的话 你一次就全部展开 也可以 但是可以这样 透过空的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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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例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稍微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例子 算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这个例子是这个 AE上 和我们的性化分析 那我们要把 如果 也就是要把这个 FOP的形式 通常成PYS的形式 怎么做 可以怎么做 那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叫的 后面的这个 分析力 后面的程度 所以 所以 那 我们就先把这个 ABBAR 当做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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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 分配率的这个 X的这个部分 先把这个当做是X 然后分别去对CBAR 还有D做分配率 所以你可以得到这个 好 那得到这个之后 就一看 这个不就是 又是另外一个分配率 可以用的 就是什么 我的CBAR 对B CBAR 对A 然后D对A D对D吧 是一个反复的套用 这个 O对M的分配率 把它套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BAR D O这个CBAR EBAR O这个GH GH的这个 部分 好 那你要把它做 一样 你要把这个式子 转发做音试分解 音试分解 那要怎么做 最后做出来的结果是长成这样 最后变成这样 转成POS的这个形式会长成这样 好 那你要怎么做 那你要怎么做 那基本上我们就 一样 基本上是套用我们讲的 O对M的分配率 O对M的分配率 但是我们的O对M的分配率 基本上它是两项的 就是两项 也就是 各位还记得 这个对子的话 它是一个两项 那你现在有三项 这样三项这样子就没有办法 很容易的做出来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三项 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 合并一下变成两项 好 那怎么合并 我们就是先找一下有没有共通的部分 好 这边有C bar 这边有C bar 好 我们先把它这个C bar的部分把它给 拉出来 先把它拉出来 好 这边的分配率 就有一些 比较长得比较像的这个部分 好 它就只有两项 只有两项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 把这个当做什么 这个当做是这个S 好 这个当做是 Y 好 这里当做是Y 好 这里当做是Z 好 这里当做Y 好 那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套用 你就把它套用进去 把它套用进去 那套用进去之后 套用进去之后 你就会得到 比如说第一项 就会是这个C bar 后这个G bar H 就是第一项 然后后面的一项 就会是G bar H 跟 这个 DO 100 好 DO100 好 那 那这边 你就会看到 这样子都还不行 这个还 是有成绩 我们要再把它给拆开来 那这个怎么拆 那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 第二分配率的这个 所以你就再分配一次 这里再分配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整开来 好 好 那 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 部分 后面这个部分 那这个呢 这个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当做是X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是YZ 这个乘积的部分 好 因为这个DO100 DO100 本身就符合我们的PoS的这个上的这个部分 就是单一变数的部分 这是符合的 所以 所以再把这个一样套用这个我们的第二分配率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跟 G20 然后这个跟H 所以 整个这样子的翻完之后 我就会知道 最后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 这个 这个 好 那么 详细的 这个我们在这一页 那个 后来圈下面的数据流 尤其也不然也收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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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在什么 可以看一下 这一页 可以 к 这个 哦 所以 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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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高大龙的第二分配率 就是看第二分配率的这个样子 这个至少它转成比较贴近第二分配率的样子 就可以靠着 有些问题 SOP、PMS,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最后它显现在我们硬体的设计上面 它事实上是有它的不一样的实现的方式 不一样实现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我们刚刚讲的SOP SOP是什么? Sun of product 所以它会先产生什么? 先产生成绩的这个部分 那层机的这个部分这个是什么? 这是N gate 所以在电路上面来讲 你等于是会先做 比较靠近输入的部分会先有N gate 然后再来比较靠近输入的部分会有O gate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NO gate的形式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画出它的电路来讲 这种SOP的电路 基本上它是一个两层的电路 两层的电路 第一层是end 第一层是end 因为我们是拖档 第一层是end end就是这些像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 有这个画出来 那你要画的时候 我们就是先画出这些拖档项 所以会先画出这个AB bar 然后另外一项 这边有三个输入C D bar 1 然后另外一项有三个输入A C bar 1 所以这是第一 比较靠近输入的第一个第一层是end end的这一层 然后它的结果要怎么样 要把它O起来 所以第二层是一个O gate 第二层是一个O gate 所以把它给O起来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两层 一层是end 然后一层是O 是一个两层的电路 是一个NO逻辑 SOP是一个NO逻辑 可以看到一个NO逻辑的这个部分 再给各位看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长成这个 长成这个 这也是一个SOP的形式 就是你的成绩 至少都是每一个里面是一个单一变数 即使只有一个变数也算 也算 好 那这个画出来 基本上我们这边有四项 所以这边会有A B的部分也是end的部分 第二项也是O的部分 所以你会先有这个A的部分 然后有B bar的部分 然后有C的部分 然后你 表现那么短 然后会有 D bar1 D bar1 然后最后这边的结果要怎么样 要O起来 要画一个O gate 然后串起来 这边有四个输入 所以这个是 这个NO gate 这个就是我们讲义上面看到的这个 图 长成这样 所以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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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b 是两层的 没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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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反过来 反过来 我现在用这个 TGO的意思 好像刚讲了 Sob 那TOS是什么东西 好 TOS它是 最基本的部分是这些 核N的部分 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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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部分是什么 上的部分 上的部分 所以它这个逻辑做起来 逻辑做起来 比较靠近输入的部分是一个O gate 就是一个O gate 然后再经过end 这边再经过end 所以输出会是一个end gate 所以你 POS的形式 刚好就会跟SOP 刚好反过来 SOP是一个no 那POS 就会是om 刚好反过来 刚好反过来 顺序盯导一下 顺序盯导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应的这个 呃 电路 逻辑展 我们会化成什么样 我们会先 牵扯到 然后 这一项 这个A D8做O 然后 第二项 这边有三个 C D8 D做O 然后 最后一项 所以这是最后一项的部分 然后 再来它的结果要做一个end 所以这边 再把它end 起来 就得到你的这个结果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呃 om gate 一样它是一个两层 两层 这里是一层 这里是一层 这样都是两层 两层的逻辑 两层的这个逻辑 好 那 好 有没有问题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不会 不会特地把那个 把那个bomb的部分算成 算作是一层 通常那个inversion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特别把它算进来 这是一般惯例的使用方法 所以这个叫做2 level的逻辑 好 那另外这个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例子的一个 呃 反向的tos的这个形式 好 那一样我会得到一个 呃 是一个om的这个逻辑 om的逻辑 好 那画出来就是这样 这样 前面的这部分是一个o 后面这边是一个m 这样子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可能会觉得 嗯 那为什么要 要做tos或是sop哈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哈 好 到底有什么差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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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最后最后我们来跟各位介绍的东西叫做 Demotions Go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呢 就是当你一个 多年时间 你要取它的Coffice 就取它的话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子可以很快的得出它的Coffice Coffice 这个Coffice Coffice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是Soy S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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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取Coffice 它的结果会变成是S bar Y bar 会变成是S bar Y bar 那它对应的另外一个是这个 也就是你如果是SY做bar的话 它会变成S bar Y bar 会变成S bar Y bar 所以它的S子是长成这样 那我们先来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们 我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 怎么证明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当你不晓得怎么证明的时候 这份这份的方法我们就是用真值表 用真值表来做就可以 所以对这个来讲 我们只有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就是什么 就是有2的二次方 有四种组合 我们就列出0001111 这四种组合 所以我们先看左边的这个 左边的这部分的这个四值 左边的这个部分 左边的这个部分 左边的这个部分就是S O Y S O Y 那我们把这两个做Od 两个是做Od 当然就是下面这三个都为1 然后取Bund就是只有这个 就反过了 就是只有这个为1 所以这个是左边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右边的 右边的部分 右边的部分是S bar和Y bar 所以这边我们算一下S bar和Y bar 得到了这两个 然后把它取End 那取End的话就是只有 两个都为1的时候 只有这个和这个都为1的时候 它才会为1 那其他都为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同样的输入底下 输出是一样的 同样的输入底下输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证明这个是成立的 这个四值 这个成立 这个东西成立的 这是用真值表的方式来证明 那另外我们要顺便证明一下 右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 那右边的这个的话 呃我们是要 要先看这个S and Y S and Y是这个 是只有S和Y都为1的时候 这边才会为1 好 再过来 好 S和Y都为1的时候这才为1 好然后取它的Bud 那当然就是这个变清零 然后剩下的三个都是1 好 然后我们要 那看它的结果会不会等于S bar和Y bar的O 那S bar和Y bar在这里 好 那它的O就是 只要有一个为1 结果就会为1 好 那你就看到这里为1 这里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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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前面三个都是1 好 然后剩下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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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就觉得 你 这些你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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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我要针对一个ダ 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 这个 s 变 s 大 o 变 m m 变 o 0 变 1 1 变 0 他做出来就是demover flow 会得到的结果 得到结果 那我们把这个呢 把这个套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 呃 字子里面去 字子里面去 比如说 第一个这个 so y up 你们nestate的试子就是 这个每一个变数 s 会变 s 大 y 会变 y 大 所以s 就会变 s 大 y 会变 y 大 然后中间的这个 o 会变 end 所以结果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再来看右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 一样我们操用这个 一步的试子 s y s y s y 那 又一步的试子就是 s 变 s 大 s 大 y 就会变 y 大 然后中间这里是end 就会变 o 好 所以 各位稍微发一点时间记一下这个 这还蛮好记得 啊 gods 看一下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做这个 把这个东西做 如果Condiment 像这个比较复杂的做法 比较复杂的式子的话 你可以一次靠用 针对一个部分慢慢去做 那你也可以一次把它做完 一次把它做完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写错 不要写错 因为有时候你会不要心弄错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一步做完会怎么做 我们针对这个 一步做完就会看一下 这个会变成 A 会变 A bar 然后 B bar 会变成 B 然后中间的 O 会变成 N 会变成 O 然后这里就会变成其中一项 所以它 N 的这个式子出来 这边的这个 转程之后就会变成这个 然后这边 C 就会变 C bar 然后 O 就会变成 N 的 然后 O 就会变成 N 的 好 然后 欸 然后再来这边是 D D bar 部分 所以它本来是 N 的 所以这边要刮不刮起来 N 的就会变 O 然后 D 就会变 D bar 就会变成 D D bar 就会变成 D D bar 就会变成 D 好 好 那 那到这边 这边就 然后最后有一个 E 的部分 E 这边是 O 所以我们要是这一坨 这一坨 把框起来变成 E 好 E 就会变 E bar 那就变这样 所以这是一步到位的 一步到位的这个式子 可以变成 E bar 这边的水素 可以变成 E bar 那这边的学校在里面说 像这种 E bar 我们这边是看一个人物太好 那我们这一个固域的时候 这边关于大家的卦 关于我们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这边 像这种也是 这当中的挖鼓也把它挖起来 这也不会这么处处 那比方的时候 这个我们可以搭配了 你前面讲的对偶的这个部分 你直接讲对偶的部分就是 你如果是选与选率的话 那你就是把它的3变成 O O变成 F 0变成 1变成 3变成 F 那就是选与选率好 那这边你如果知道 我一个人差别在 你某个人都还多了一个 H就会变 X bar 就是 X bar 变成 F 所以我们会插在 插在这个D上 所以这个是一些在 使用上面来讲 它有算是一个 的一个 所以 所以你要从这个 SYD的这个对偶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是 如果是 对偶的话 就只是M变成 O 后面的M 但是那个呢 里面的 S 不会变成 S 这样子 这边就直接 在上面 就会变成 中心的M变成 O 这样就可以 所以对偶的这个特性 另外这个呢 我们待会可以看这个 对 A变成 O 心的这个 对偶 对 最后的部分 那么就是把这边的M变成 O 变成 O 变成 O 就可以了 变成 O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就 不用动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会长成这个 这个样子 好 所以这个就会 先前一个 我们前面其实也看到了 一个定理的公式 就是 如果一个定理F等于G的话 那它的对偶 F的对偶跟G的对偶 基本上这个也不成立 好 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这一张 就